听完蒋欢欢的告知 方尘眉头紧锁 看来这雷七宫群山 还真是危险重重 最为主要的是 山内只怕还有物神近在 想要救出凯颜天尊 只怕没那般容易 但凯颜天尊必须救 这是他进入梦境之地 唯一信得过的靠山 否则单凭他自己 可不一定能够赢孟家老祖 孟瑶道 雷七宫群山内部 我倒是颇为了解 安然进入内围 倒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最为麻烦的是 祁枯圣族物神大能 只怕那里还有不少在那里镇守着 毕竟凯颜天尊做出的事情 实在是太过轰动 那此人还就不救了 圣庆问 孟瑶望着方尘 见其沉默不语 微微一笑 人还是要救的 毕竟此人战力 确实很是需要 方尘心中一正 本来他打算等孟瑶说 不就再开口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般支持 孟瑶继续说道 不过欢欢所说之事 毕竟过了数年 雷七宫群山 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现在并不知道 还是等入祁库圣境 打听清楚情报之后再说 方尘微微点头 道 确实如此 我也想要闭关一段时间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将合窍资源尽数吸收 看看能不能完美合窍 要是能够完美合窍 想必踏入临海境 也就多了几成希望吧 束缚的绘画 让方尘的念力 把控越发巧妙 天海也越发巩固 但这也让他的实海 达到自身境界的极限 已经无法再更前一步 孟瑶道 前往祁库圣境 需要三月时间 诸位好好休息吧 众人应诺 随即散去 各自回到船房当中闭关 回到房间之后 方尘直接进入驱动天 夏琳立刻过来 作一道 公子 方尘微微一笑 将一储物界递给夏琳 这里面的修炼材料是给你的 好好修炼 争取更上一层 多谢公子 夏琳万分感激 自己如今所受到的待遇 只怕要比人足天骄 隔八九级般的天骄 要好得多 随后 方尘来到府邸侧殿 此刻金蛋正趴在偌大的临床之上 四周放满了方尘 为其准备的五六级腰单 这些腰单 都是这段时间 方尘让圣初为他购买的 足足花费了五亿零食 这才买到这些六七级的腰单 甚至 就连八级腰单也有一颗 不过早早就被金蛋吞下 他就又陷入沉睡当中 不过方尘和金蛋心灵相通 他能够感受到 金蛋修为再度有所精进 或许很快就要突破到八级 别看金蛋一直在沉睡当中 但他的提升却不比方尘要慢 甚至隐隐有追上并赶超 雷七宫群山 雷顿一道 或许对金蛋盐会有大机缘 也说不定 方尘心中暗道 随即也来到自己府邸 并将空天中拿出来启动 将四周灵气聚集过来的同时 他也将此次所得的开窍资源 尽数拿出来 灵丹213平 其中八阶丹药10平 千年灵药1321株 万年灵药198株 十万年灵药3株 按理说 这般多的资源让我合一窍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就不知我最后两窍合并的胃口有多大了 他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开始漫长地闭关 而就在他闭关之时 方尘的事迹也传入人族阵营当中 什么 一处大殿当中 阎天王听完来人的禀告 哈哈大笑 我去 这方尘小子也太过逆天了吧 没有一根竟然能够画出四节束符 还夺得万丰城的树家大会第一 更是卷走他们数十亿零食 我滴乖乖 这丝可比当年的天阳子要狠得多了 王三江嘖嘖称奇 确实呢 我人族已经很久没有天骄在鼎域 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了 没办法 毕竟如今处于争顶阶段 天骄要是赶出鼎域 那必定会遭受一族联盟的围攻 其他大能大将也纷纷说道 觉得方尘真是长了人族的面子 哼 云天王冷哼一声 道 耀眼 他这一做可害苦了再亲近的人族同胞 我等在外境本身就没有多少好友 可谓是艰难求生 现在倒好 亲近只怕 很快也会掀起一波驱赶人族的风波 没有个数百年时间 只怕很难平息 何况 他已经不是人族修士了 而是无奴 他这话 立刻让全场安静了下来 是啊 方尘现在只是无奴 和人族并无太大干系 哼 说起这事 严天王脸色沉了下来 冷冷说道 他成为无奴 还得多亏你们云家呢 若非你们云家苦苦相逼 他又怎么会沦为无奴 云天王淡淡说道 严天王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沦为无奴是乱杀人族领海 和我云家又有何干系 那第一城关屠城之事 和你云家有关系了吧 严天王很不客气地说道 云天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此次第一城关之事 尽管人皇并未重罚 却也让云家被狠狠地咬下一块肉来 并且在人族中 威望也不像从前 而且 曹敌将尉也被撤掉 还连累了他的诸多亲信将领 可谓是损失严重 当然 他也明白这是人皇想要借此 对他云家动手 但理亏的他 也只能默默忍受 严天王却并未就此停止 而是冷笑道 云家还真是好手段 围成杀戮 只为杀一人 这时还未登顶 便会了顶御那些种族的毛病了呀 云天王的脸色更加阴沉 严天王又道 还有 之前明明各自阻止 异族联盟雾神 前往青蓝千山 我很好奇 为何只有你那边漏了 否则的话 现在异族联盟 绝对是伤亡惨重 你不解释解释 此话一出 全场气氛像是凝固般 当时人皇即令出击 但各方皆是 抵挡住前往支援的异族雾神 唯独云天王那边并未挡住 导致云禅老祖支援道 要是云禅老祖不在 以人皇的实力 蓝玉仙人必死无疑 就在这气氛紧张时 一道声音悠悠响起 诸位 这话题就到此结束 一位老者缓缓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是人族丞相 苏问之 苏问之道 异族联盟都内乱 我们这边就要先乱了吗 如今正是人族征顶最为关键的时候 你等在这里吵又有何用 而且我说了 云天王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云禅老祖能抵达 纯粹是意外 这不能说明什么 老颜 别再说这个话题了 阎天王本想再说什么 但见苏问之那严厉目光 也只能乖乖闭嘴 云天王微微拱手道 多谢丞相 不过丞相我刚刚说的不无道理 还是让人族修饰 莫要继续前往庆静 以防万一 毕竟那方尘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着实是大 你 阎天王愤怒不已 现在云天王还将罪责 怪在方尘身上 若非对方如此针对一位后辈 他会被迫离开人族 若非一旁的王三江拦住了他 只怕他都要直接站起来 骂街了 但云天王并未理会 阎天王的愤怒 而是继续说道 死人在人静时 就能闹出一些事情来 更是害得生灵涂炭 此刻他虽然已经是无奴 但依旧是人族出身 要是任由其在鼎域胡闹 对于我人族 简直就是耻辱 但最为主要的是 利敌 众人皆是语色 云天王针对得实属明确 看来第一城关之事后 他也不再如同 以前藏着掖着 直接明面上针对方臣 若非碍于面子 只怕他都想要 亲自追杀方臣 但就算如此 全场除了阎天王 依旧没有人敢得罪他 毕竟云天王 可以说是天王当中 最强大的几位之一 也就只有同样强大的 阎天王感和他叫板 就像现在 阎天王又忍不住了 姓云的 你们家的云都是屁吗 一出口就是屁话不断 住口 苏问之瞪了阎天王一眼 道 阎天王 你是天王 注意言辞 难道天王 就能胡编乱造不成 要是我们人族 因为一个小辈 而身败名裂 那我们还争什么顶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得了 我说的都是属实 如今庆靖人族的处境 难道也是我瞎边乱造 云天王反问 阎天王自然知道 方臣所作所为 会给庆靖人族 带来不少麻烦 但他并不在意 因为现在前往庆靖的 有七成皆是打算 放弃人族身份 投靠他族 死了便死了 当然这话他不能说 因为影响极大 好了好了 你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至于是否要对方臣动手 还是等人皇定夺吧 苏问之 望向半躺在宝座之上的人皇 其他人也纷纷望去 面露恭敬等待定夺 人皇双眼微微一眯 似乎对于刚刚的吵闹 压根就不知道 但在他心中此刻 却是感觉十分庆幸 还好将这次给丢出人静 否则真的得闹翻天了 数十亿那 也就只有顶狱种族富有 换做是他的话 只怕要肉疼很长一段时间 这小子赚钱的能力 可要比其他人皇殿那群废物 强上许多 等此次商议结束之后 一定要写到圣旨 好好嘲讽他们 他心中暗暴 见所有人望来 他这才收回思绪 缓缓睁开眼睛 了 他们刚当的谈话他 自然是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道 朕觉得 云天王说得确实不错 方臣那小子 实在是太能够惹事 此话一出 不少人都是错愕不已 他们都以为 仁皇会站在方臣这边 却没想到 居然觉得云天王说得没错 云天王大喜 拱手道 还请仁皇下令悬赏追杀方臣 如此的话 就能对外公布 我等与其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云家愿意出 十亿零食悬赏金 务必将这丝麻烦彻底了断 免得 他给人族招来祸害 此话一出 全场皆是倒抽一口凉气 十亿零食 好狠的手段 这悬赏令要是真出了 只怕不少人都会出手为杀吧 毕竟通缉的只是 宗师镜的蝼蚁而已 人皇淡淡一笑 云天王 你这样 可是会含了将士们的心啊 云天王不解 方臣和将士们 有何关系 人皇道 自然是有 这是刚刚送来的情报 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说完 他将御简丢给云天王 云天王下意识接住御简 随即神识探入其中 看完之后 瞳孔微缩 将御简递给其他人 待所有人尽数看完之后 皆是神色浓重 骂了个疤 这纵横 真你妈有毛病 真是要闹个天下大乱 居然去请魔人族入局 他们都联盟多少种族了 还不够 阎天王怒道 司空跟水 确实是个难搞的家伙 此人年少成名 只怕这次我们麻烦不小 但人皇 这消息准确吗 俗问之问 朕已让人去探 九成真 那确实无误 这情报口中的紫兰猴 确实是个突破口 臣愿意亲自前往魔人进一室 俗问之请令道 人皇摆了摆手 这是待会在商议 人皇 这情报和那方尘 又有什么关系 云天王问 其他人也都好奇地望向人皇 人皇道 自然有关 因为这消息 就是方尘带来的 此话一出 全场寂静 云天王反应过来 立刻反驳 不可能 他为什么要将 这般重要的情报告诉我们 明明人族已经抛弃了他 阎天王冷哼一声 道 那是因为他明白 自己身上留着的是 人族血液 也希望人族征顶能够成功 不像某些人 为了一些利益 而残害人族天骄 据我所知 庆族万丰城主 曾经许诺过他 只要他肯留下 那就给他庆人身份 但他却是拒绝了 他心怀大义 心怀天下 这是你云天王永远 都不会明白的道理 云天王嘴角一抽 清金报起 方尘这一情报 让他多少有些无地自容 特别是加上他刚刚所说的那些 要将他置于死地的话 这一刻 其他人望向他的目光 也都带有几分异样 此事若是传出去 只怕云天王的威严 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好了 人黄淡淡说道 方尘之事日后 就不必再说 单单是这份情报 我等就该好好感谢他 臣惭愧 苏问之唏嘘悔恨 当年臣不该掺和进去 让人族失去这般一位天骄 人黄摆手 过去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再说 日后要是遇到他 那就将他召回人族 说到这 他长叹道 但愿他愿意回来吧 全场也是感慨不已 唯有云天王低着头 神色阴晴不定 同时 骤庭 赵世迈和端木星 半跪在主庭之上 黑长老依旧落作高位 对于赵世迈很是满意 不错 你任务完成得非常不错 按道理 我该好好嘉奖于你 不过就在刚刚不久又来任务 需要你们再去一趟 他道 赵世迈道 长老请说 赵世迈义不容辞 黑长老微微一笑 道 需要你们去一处地方 那里即将有大战发生 雾神陨落 是哪里 骑哭圣足 雷七公群山